人脸辨识的技术已经有相当成熟了 其实在美国来讲 人脸辨识用在金融界 已经是不是很罕见的事情 有很多美国很多银行都引用人脸辨识 来办理开户等等 台湾也谈得很久了 前行政院长 目前担任新世代金融基金会董事长的陈冲 点名全球开卖的iPhone X 内建的刷脸技术 在未来电子商务认证上将是趋势 不容忽畜 我的Data被拿去用 如果能产生效益的话 我很满意 但是如果产生一些不当的收集 处理利用的话 我很担心 这个资料对未来的商机太有帮助了 谈金融科技也对目前银行风控问题频传 点名要从源头控管 因为国际上来讲 造船贷款的话 应该是船东 所谓shipowner自己要来负责的 不管是造船厂 不管是金融机构 其实都是帮未来的船东 也就是国防部在打工的 因为造风营的事件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金融机构的监理 其实有点过于严苛 但是反观我们看一下这个疫营的事件 你又发现说其实有时候 那么政治力在介入的时候 反的这些风控就失效了 文大教授也认为政府还有进步空间 陈冲也认为政府很努力 但需要策略目标搞清楚对的方向 从大环境经济到未来大数据 就希望台湾能走在对的策略上 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